鹿谷香深坑内湖等地区 由于简易自来水设施性购不全 导致许多民众都有用水问题 经县院吴雷芳黄冬号争取下 县府也将来做改善 之前县长林明珍也专程到访地方 向乡亲宣布这个好消息 穿起到来后 可以说在四五年前 管制度冻算后 我们的市区和水利区 整出6千万 来做这个自来水建设 所以那时候已经第一期做好了 第二期是因为政党的关系 所以没有继续推动 今天因为这两个地区 没有煮来水了 两位议员就把管理政策 我支持我们建设处 筹筹经费 所以今年已经变200万 要来把简易自来水做好 让我们有的简易自来水可以使用 县运吴雷坊也强调地方用水问题 让民众困扰许久 感谢林县长体恤民众 编定经费建构简易自来水盐管 让民众有水可用 河雅还有我们内湖的简易自来水 我们很感谢我们县长很关心 我们乡亲的用水 所以今天特别来到这边 拨经费来做简易自来水 到时又感谢我们的用法 让我们乡亲能够很顺利的用水 不然水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很感谢我们县长这么的用心 这么的关心我们乡亲 如果像深坑内湖等地区用水问题 造成许多乡亲生活不便 能够获得改善 先运的黄东号也是十分感谢林县长的用心建设 非常感谢我们的林县长 来到我们六国养的蜂蜂川和蜂蜂川 特别来关心我们的沙漆 的整理所来水 和蜂蜂的整理所来水 整理所也都很久了 登记以来 港也都已经老酒 我们的水丸 其实也不照 管党听了之后 所以要来给我们改善 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林县长 议长和正锋肯定两位议员的用心争取 也感谢林县长的重视 像现在简易自来水盐管整设完成后 必定能够大大改善地方用水问题 让民众生活品质有所提升 记者卢宇凯 录古采访报道